各位好,我们来看范例4 范例4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利用执行运动来处理问题会很方便的一个例子 那他说有一个8公斤的物体 距离地面高度30公尺处由静止发生爆炸 就像这样子,一开始的高度是在30公尺高 那爆炸分裂成两碎片,同时沿着牵直方向飞离 那爆炸后两秒,其中一个碎片就刚好落地 那另外一个碎片离地面16公尺高 忽略空气阻力,以及爆炸所损失的质量 那爆炸先落地,爆炸后先落地的质量是多少 重力加速度是10 那乍看之下好像有点复杂 其实用执行运动来分析就很容易 那提议所叙述的图形呢 要自己把它画出来,自己练习看看 一开始是这样嘛,然后爆炸,爆炸之后裂两块 那在两秒的时候,在第二秒的时候,其中一块落地了 另外一块16公尺高这样子 那要怎么分析呢?是这样的 根据执行运动呢,我们上一个影片有介绍 就是外力就会是整个系统的合力 然后就会造成总质量去乘上执行加速度 这样子 那今天呢,整个系统的合力就只有重力 就只有重力 因为它只有受到重力,不考虑空气阻力 所以,执行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说,执行在这两秒内是做自由落体 整个系统以执行来代表它 以执行来代表整个系统 那执行做等加速运动 然后加速度是G 这个地方好像遮到了 这边要拿下来 再说一次就是 外力 整个系统受的外力就是整个系统的合力 然后会造成执行加速度 造成执行加速度 好,所以今天呢,整个系统只受到什么力呢? 没有空气阻力 那N1N2这个物体呢,就只有受重力 那所以,重力造成加速度 所以,今天执行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G 那,等加速度 然后从静止开始两秒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算出执行的落下的高度 这样下降多长呢?下降Delta Y 那Delta Y就会等于二分之一 乘上G,乘上2的平方 G要带入10啊,所以是20 带入10就是20 所以Delta Y呢,就会是2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执行在这两秒之后 它是落下的20 也就是说,它是在高度是多少? 高度是10的位置 因为它是从30公尺高掉落 那掉落20的话 那就是执行在10公尺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顾一下 执行的位置公式嘛 执行的位置公式就是 N1X1加N2X2 但现在我们可以换成Y 因为它是牵直向的 所以执行的 牵直位置会等于N1Y1加N2Y2 那去除上总值量嘛 好,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带入数字啊 就是执行的高度是10 然后N1的高度就是16 那N1是多少? N1不知道 N1可以设叫做X 或是就叫做M 就叫做M 那N2呢? Y2呢? Y2这时候已经到达地面 N2这时候到达地面了 所以高度就是什么? 高度就是0啊 稍微拉下一点 那N2要怎么表示呢? 题目有给一个提示啊 就是总值量是8 所以N1加N2等于8 那所以N2可以表示为8-N1 好,我们这边可以这样表示 就是8-N2 然后乘上16 然后再加上N2乘以0 然后就会等于10 然后还要除上这里 除上这里加起来是8 所以最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只剩下N2是位置数 也就是80会等于16 然后8-N2 这样算出来 N2就是3 3公斤 所以这一题它就是说乍看之下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仔细地去思考 就会发现 其实整个掉落的过程呢 系统就只有受外力就是重力而已 所以直心它做一个等加速运动 直心做等加速运动 那关于这一行呢 可以参考上一则影片 那总之呢 外力让直心做等加速运动 在两秒内 它下降了20公尺 那也就是说它来到了高度10的位置 那直心高度知道了 那其中一个碎片的高度也知道 然后我们又知道说 这两个碎片加起来要等于8 那就最后可以知道 这个Y 最后就可以 还有Y2也知道吧 就是直心的位置知道了 然后一个碎片在16公尺高 另外一个碎片在0公尺高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只剩下N2是位置数 然后最后就可以把N2求出来 利用这个直心的位置公式 这一题就先到这里 谢谢